修道之人不是真 只为从来认识神 有没有 还记得吗 记不记得 无死时来生死本 吃人换作本来生 我们好像讲过很多次了 有没有 这个就是长沙和尚 他说的句 那长沙和尚他有三个 名号 一个叫朝贤大师 一个叫景臣禅师 一个叫长沙和尚 那么他讲的句倒是蛮多 都是要帮助我们众生 领悟真心佛性 所以他讲说 我们修道之人 不认识真 就是不认识我们那个真心佛性 只为从来认识神 就是我们在凡尘用的 那个认识 识神 识神就是生妹 言神就不生不妹 我们都认识神 我们都认识神 生妹的当成我们的本体 所以这个样子 才让我们六道人回 所以他讲说 无死时来 没有开始 已经很久了 无死时来 我们那个生死的根本 就是世神 我们只要说了解 原来都是用生妹 才一直丢到人回 然后我们生妹不用了 人回就可以去掉了 我们因为不知道 吃人 换作本来生 这个是我们比较 会常引用的 那么它里面 有蛮多 都是要我们启发 我们佛性里面的 般若妙智慧 那么在佛经里面 代表那个智慧第一 是哪一位菩萨 是哪一位菩萨 文书 文书菩萨 那有这个僧人 就问这个常沙和尚 说何谓文书 说什么是文书 常沙和尚说 墙壁瓦立士 墙壁知道吗 墙壁啊 瓦立 瓦就是瓦片啊 力就是小石头 奇不奇怪 墙壁瓦立士 那么圣子又问 常沙和尚 何谓观音 他说 因生语言是 因生语言啊 就是观音 那何谓普玄 他说 众生心是 众生的心啊 那何谓佛生 说众生的色身是 各位姐姐 从这些答案 我们可以了解到 全部都回到 我们最平常见到的 这些现象 看到墙壁 看到瓦立 是不是很容易 竟然他是文师呢 懂意思吗 懂不懂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眼睛所看到的 我们不要露露形象 我们眼睛就是 文师的妙智慧 这样懂意思吗 我们的眼睛 就是文师 所以看到的 都是地肥 不是看到形象 这样懂吗 有一点点 比较深 可是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都容易住相 住相臭了 因为我们眼根 它就是有文师的智慧 那以后我们用眼睛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说 我在用文师的智慧 这样提升的高不高 高不高 就很高了 对不对 就不会被形象左右 不会被他影响 然后呢 这个观音 观世音 观世音 他说 音声语言是 只要我们耳朵在听 我们就是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们听到声音 不要进入声音的内容 我们能够听到声音 我们本身就是观世音菩萨 可以寻声就苦 是不是不一样呢 那个普弦 普弦就是重视实行 那重视实行实践 就是我们的众生的心 只要你心要去做 你就可以把那个事情做出来 所以普弦就是我们众生的心 那要见佛 那要见佛 见佛呢 我们众生的设身就是佛 了解意思吗 只要我们认识啊 身体是天地的物质 所有宏土 重言计会就有用 所有宏土的本身啊 没有直觉性 那身体有知觉性 那个知觉性就是佛 所以见到众生的神 就是见到佛 高不高 是不是整个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之前有讲 说和沙之佛体接通 有没有 记不记得 就在那个收通心通那个地方啊 有没有 各位可以看一看 有没有一句说 和沙之佛体接通 有没有 有没有 你如果没看你才有 有有有有 所以哦 那个地方就已经有 永家大师有讲出来 说和沙之佛体接通 这个所有的佛啊 体都是相同 十方之佛同一个法身 都同样 都一样的 那又生人就问啊 这个长沙和尚 说既然是和沙之佛体接通 为何有种种的名称 名字都不同 那长沙和尚就讲 说从眼根啊 还原 名为文师 从我们的眼根啊 还回到根源 叫做文师菩萨 文师 从耳根还原 叫做观音 观世音菩萨 那从心还原 叫做普贤 所以哦 三圣啊 就是佛的妙用 那佛就是三圣的真体 那用的时候啊 有和沙的假名 阿体啊 就是一个 犯人叫 佛切法 佛切法就是佛 这样懂意思吗 我们从眼根还原 眼根啊 回到根源 叫做文书 从耳根还原 叫做观音 从心还原 叫做普贤 这样懂意思吗 我们是不是都跟佛一样了 这样了解吗 愿不愿意 把自己都提升 跟佛一样了 那愿意就是要做 从眼根还原 从耳根还原 从心还原 就是文师 观音 普贤 整个都呈现了 不要用到 用到环尘事上面 用到环尘事 我们就沾了尘过 我们就变众生 那我们呢 回到根源 回到根源的话 跟那个 和沙之佛 体皆同 都相同了 都一样了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我们就是要学说 这些已经有修正的 讲出来的话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方向 可以来跟着它来学习 这样会用吗 从眼根还原 从耳根还原 从心还原 都回到根源 都是佛了 我们愿不愿意还原 一定要努力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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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眼根一看 也没有反悔到文书 结果被造化 引流 就被拐去 拐去外面 然后听到声音也是 那个咪咪之音 把我们的 拐的 就去 咖啡都在铃铛 有没有 这个耳朵一听音乐 手脚会不会动 有反缘吗 没有 没有 去到铃铛了 所以手脚就跟着动 动到哪里去 正确 到四生六道去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反缘 反回到根源 反成事 虚犯不识 我们投入的越多 我们越后悔 造的越来越多 受苦就越厉害 只要我们能够回光反造 都反回到本源 都是佛 跟佛没有差别 所以我们就是要自己努力 生人又问长沙和尚 说社即是空空即是社 他的道理是如何 之前我们有讲过 之前我们有讲过的没有 可有没有印象 社空不二 社即是空 空即是社 好像很生疏 好像都没有听过 所以嘛 或是鼓励各位要听 要看都没有 所以才没有失 再讲一次 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的空间 空间里面有所有红图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用分析的方式 把所有红图都呈现 我们用冷气除湿机 一定可以把水集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没有 然后呢 这个图啊 假如说我们那个空气窗 有阳光进来 我们就可以从那个 一道阳光里面 看到灰彩 灰尘集中啊 就是土 然后风呢 更容易啊 你一手不动 一手动 就有了 然后呢 那个火 就是热度 我们感到 这个天气热 感到身体啊 热 身体不热就死掉了 所以也热 有没有所有红图 是不是都在空间 所有红图 它就是圣 空间是空 色跟空 它是不是合在一起 它就是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只是没有去看到而已 它都存在 所以这个色空不二 所以这个色空不二 不是天马 咸空 讲 假的 都是实际 我们可以 证言出来的 这个色空不二 然后呢 这个 长沙和尚 跟那个 僧人 就回答 就不一样 它回答的 跟我们 这个实际来分析的 它是比较着重 在 这个 形象上面 它会讲说 那个墙壁瓦礼 是不是 是不是已经 都是实实在在的形象 对不对 所以它就讲说 这个 爱处 回墙壁 通处 勿虚空 爱 谎爱的爱 爱的地方 守在 不是墙壁 那通的地方 守在 不是虚空 肉人如是解 假如说 你能够了解到 这个理 心色 本来同 再说一次 通处 勿虚空 爱处 灰墙壁 肉人如是解 心色 本来同 你听得清楚吗 还没有 再一次 爱 往爱的爱 爱处 灰墙壁 不是墙壁 通处 勿虚空 那个勿 就是灰的意思 因为 做的人 不同 不要用同样的字 所以用物来 所以用物来 讲说 通处 物虚空 肉人 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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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如是解 能够这样的了解 心色 我们的 我们的心 跟外面的形象 色 本来同 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分析 那个是一样的 就是要了解说 墙壁是重元忌惠 才呈现 有那个建材 经过我们人工 然后才呈现了 那个墙壁 那水泥的寿命是一百年 一百年就红化 它又归空 所以那个墙壁 不是幻碍 它也是 我们佛性里面的东西 所以爱处 灰墙壁 通处 物 虚空 不是西空才通 它本来 里面就有形象在 若人如是解 你能够这样了解的话 心跟色 本来同 我们的心跟形象 本来就一起 合在一起 本来都相同 可以写一写 这样听懂了没 所以他又讲一句话 说我们 佛性 堂堂显现 住性 有情难见 若物众生无我 我面 何疏佛面 再一次 佛性 堂堂显现 我们的佛性 堂堂显现 住性 住 住家的住 性 我们佛性的性 住性 有情 难见 那个住性 就是我们众生 住在形象 那个有情 就是众生 住性 有情 难见 有情 有情的众生 没有办法看到 堂堂显现的佛性 若物 假如说你能够领悟 众生无我 众人 所生的这个身体 没有我 我面 何疏佛面 就是我的面 跟佛的面 是相同 这样有意思 这样有意思吗 再一次 佛性 堂堂显现 住性 有情 难见 若物 众生 无我 我面 何疏 佛面 我们听清楚 没 能够 想 对啊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 我们的佛性 就是堂堂显现 只要我们都不住相 心里面 不住在固定的一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堂堂显现的佛性 那么显现的佛性就是佛 所以我的面跟佛的面没有两样 是一样 可以响不 没办法 没办法 你回来 犯父听 你就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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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窗 佛性堂堂显现 住性有情难见 若物众生无我 我面何顺佛面 会了吗 会再来 要再有 因为这个长沙和尚 他很喜欢说 让我们进入很殊胜的境界 我们从他所讲的这些句 我们就可以 可以那个心 已经到达最殊胜的 最上升的境界 就是真理世界 所以底下 若人见患本来真 事则名为见佛人 言通华华 无生妹 无媚无生 是佛生 这个好像之前有讲过 有没有 在那个 收通心通的时候有讲过 有没有 可见各位都不复习 我讲的人 我就想说 有我有讲过 你看 听人说 没有 若人见患 假如说我们看到 完成所有幻象 都是患 稀患 不实在 若人见患 本来真 你看 程度又不一样了 患是假的 可是我们已经见到患的时候 是见到真 若人见患 本来真 事则名为见佛人 你已经见到佛了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不会被形象迷惑 因为你已经不会被形象迷惑 确实见到佛生了 言通华华 无生妹 无媚无生 是佛生 佛的身体 这样了解吗 可是呢 开始啊 我们开始修道的时候 先要了解说 幻象都虚幻不实在 先破相 才不会救 然后破掉所有幻象以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的时候 幻象是从哪里出来 从哪里出来 对啦 从佛性出来 所以幻象都是佛性出来 是真还是假 是不是本来真 我们不是有讲吗 那个还没有修道的时候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对不对 然后努力修道以后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修了一段时间 成就以后 见山还是山 见水还是水 有没有 知道那个里面的含义吗 刚开始的时候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那个是住相 所以我们才要 到处来去观光 努力修道以后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因为都是假的 虚幻不实在 所以不是山 不是水 然后我们修道后来 成就了 原来山水还是真心呈现的 山还是山 水还是水 可是都不住相 这样了解吗 不然光根的悲人烈没用 他知道里面的意思 里面的意思我们都要知道 所以那个 藏沙和尚 他就讲 说 我们目前 不义法 我们的眼睛前面 一个法也没有 然后 当处 一无人 也没人 然后呢 荡荡 金刚体 灰旺 一灰真 长沙和尚 真的都告诉我们 那个最殊胜的 最高的那个程度 我们的 目前 不一法 当处 一无人 没有法 也没有人 没有我相 也没有法相 荡荡 金刚体 我们那个 不生不寐的 真心 佛性本体 就是金刚体 灰旺 亦 灰真 这样懂不懂啊 太 太书生了 不可以回答 所以我们了解说 这个修持的法门 它有很 很深的 那个内涵 可以让我们去追求 那我们一进入以后 宽广无比 非常殊胜 跟凡尘 整个都不一样 所以就会努力的来 修持我们 不生不昧 佛性本体 让它恢复 光明 回到本位 这样有点印象 很沉重